一個樂女,即是校花,其實講的校花是另一種花 不是學校真正選出來的校花嗎? 她只不過是參加了一個校的比賽 是一個私人單位做的,一些娛樂場所私人單位做的 我們終於找到那個女孩子 短片,謝謝Brian 是,姓梁,這位小姐 短片,經過討論之後 阿嬤和阿大寶都很仁慈,說不要啦,不要公布出來啦 被人看到這麼多 雖然點擊已經有了十三千 已經夠了,我覺得 已經夠了 不過每一次我看到這種樂女的行為 我自己都覺得很憤怒 我都想走過去一班 什麼樂女的,要公平一點 這些學生的幾兩點 校花的樂行 但就覺得就是她 我不知道誰拍低的 因為不止偷拍的 你知不知道 不是偷拍的 但為什麼會錄上網呢 她朋友錄上網 這些所謂的女學生 我覺得她不知天高地厚 以為這樣很厲害 放上youtube給人看我多厲害 我是一個大小姐 樂花 她就蓋了一巴巴 然後那個女的在那裡哭 哭哭哭 而且跟她講道理 真的厲害,這是丁賴 她講道理 她說如果她下次有什麼事,你找我 找我 如果我失去,你可以打我 對,你可以打我 之後她說如果她做錯的話 我叫她向你扣頭認錯 哪部電影的對白 沒有 從她的吐詞當中 我覺得她是受這個港劇影 而且由於她 她也有 她參加過 商業團體的選美比賽 還有那些片段在裡面 如果你打過字眼 出來之後 我還看到 我是誰 在這次參加活動 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學會了怎樣跟別人相處 盡道理 對,是團隊的 在裡面 真的不容易 我看到這樣的片段 我通常記得是 媽媽曾經教過我一件事 就是很血淋淋 而且是社會的現象 媽媽跟我說 你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跟著 陀衰家 我們很流行 有媽媽的陀衰家 這三個字 媽媽經常說 陀衰家 沒什麼大不了 然後她歐兜地跟我說了一個 是血淋淋的現實 就是說你自己壞就不要害我 然後她說我壞就不要害你 她說因為所有人罵出口都是罵我 我不是罵你 有什麼生我的兒子 又是 然後她在想 又是 我自己壞就不關媽媽的事 你罵我好厲害 如果她的父母看到這個影片 一定會很傷心 是啊 可能父母也不知道 這種形容有另一種心態 應該父母自小要教識她們 我不知道在什麼情況 直接教導她們 要拿到第一要威 很多時候就是 人要在其他人面前立威 她覺得這樣的威嚴能夠滿足到她的心靈 她不知道是不是在哪方面 缺乏了一種自信 所以她要在另一種用惡力的 用勢力的情況下 或者暴力的情況下 去減回她的那種 平衡點 和尊敬 有些小朋友 在日本或者其他國家 有的 她們特意去打的梨 打了很多洞 做到或者是tattoo 都很重要 她自己跟我說 我走出去之後 原本以前我沒有什麼朋友 現在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走出去 有些小時候 給我看看那個你的梨 哇 酷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所說的 買堆效應 是型 真的 如果對我們的新聞 有些什麼意見 想發表的 聽了之後 其實可以SMS進來的 我們一路接我 分享新聞 都會導致導致SMS 關於任何我們已經分享了的新聞 小康格 寫下意見 傳送給你32733 剛才我們在說 那個校院暴力 那個 我是形容的片段 雖然我們沒有跟你說 我形容的片段 就是一開始 有位女士 做中了 其中一個女同學 應該拿著手機來拍 那個所謂的校花 要來播那個聲音 聽不聽到嗎 不是啊 不是這個 是另外一個 是啊 你可以的 你可以試一下 我們跟她說的 好嗎 OK 你play吧 我拉近的 不是 這個要開回去 等等 你看 那樣的部分 送複線 他打完他就問是不是好笑 他問他 他問他 如果你做得對的話 我給你召喚 然後 他做課程 我 但是他響過頭 我給你召喚 因為他聽到他的影片 跪下 跟你響過 跪下 跪下跟你響過 我想當孩子如果你要拍攝的話 不可以用一些更清晰的鏡頭 還有拍攝的那個人自己沒有說話 是 因為會收不住的聲線 我真的知道一定不是漂亮的手機 那個應該是在校園裡的其中一個 一個空置的課室 那課室你會被人塗鴉 塗到很... 又或者... 會彈到 廁所後面 也有些鬼 然後旁邊還有人掌門口的女學生 叫做人看水 他打他一巴掌的時候 大家都很驚訝 嘩 有一聲 嚇到大家姐 還有就是 對方應該用少少Photoshop 那些 或者是Videocard 那些 是剪接重複的那一巴掌 是要重複的 是要重複的 是 有很多不同的人留言 我看到這次就說到大劑 因為水勢都不清 因為你自己本身很紅 紅的定義是什麼 是 風雲人物 我們都沒有行過 在學校都很多人認識 風雲人物 其實我們在探討的是一件事 校園暴力 我們談校園暴力 是其一 明白 但是我們再深入去探討一下 他們是什麼心態 為什麼要 拍低 拍到網 明知道你一拍到網 就有很多人看 那個心態是否真的想紅 是想紅 還有 你好像扮大家姐 你用惡勢力 你用暴力 你制服另一個人 我們去探討一下 一個人類在地球上 在某一個社會團體裡面 他們是不是在追求這件事 有人用了這個暴力 來鞏固他的地位 或者鞏固他的權位 然後他的心態會得到什麼 高高在的感覺 一種信心 還是他要追求什麼 因為你做完這件事 一定是追求某一種感覺 明白 否則我做來做什麼 沒有實際上的利潤 除非我用暴力 蓋完一巴巴之後 我會拿到十千元 有得考慮 你這麼便宜 所以說你這樣不行 又或者真的會紅 會帶到我們這個節目的修成 我給你掛巴 是嗎 好辦法 這個是世界難高 一會來 如果想我掛巴 不過我們轉一轉 我覺得轉一轉 除了用暴力 蓋一巴巴 然後你得到那種滿足感 究竟是一種什麼滿足感 可不可以大家陪電話來 跟我們研究一下 大家探討一下 這種心態 是否會很高興的 我曾經聽過一個課程 他也有說 他說 他形容在美國 美國黑人區裏面 有一個很貧窮的黑人 我也說 他真的讀書讀不成 做工做不成 被人看得到最低 見到他就潰口水 他完全沒有地位 沒有人看得起他 然後有一天 他撿到一把槍 他走到鬧事那處 看到一個政治人物 走過去 一撲過去 用把槍摘住他的頭 從此 他全美國都紅了 雖然他知道後果很嚴重 但是他很滿足 有一個完全沒有人 展示他的人 突然成為全美國最焦點的人物 他很紅 大家都報導他 從此報紙 周圍電視都看到這個人 他滿足 究竟是不是這種心態呢 現在 究竟這個黑道 所謂的大家姐 中學生的大家姐 他都很紅 上youtube那麼多人看 而且他說怡保他很紅 現在全怡保的人都知道他 那又不是已經很高興很滿足 去點心店吃東西都可能免費 大家姐 不要蓋我吃點心 錯錯 你這樣說他可能聽到更開心 我走過去 是不是有人給我免費點心吃 就是 過街老鼠和老虎是兩回事 看他是誰 似乎每一個人類都想追求一些 權威 對 他覺得能夠滿足他 還有大家要看得起他的心態 是不是這麼重要 還有這種情況會不會越來越嚴重 零三四零四二零九八 零三四零四零九八八 零三四零九八八 即透過SMS 零三四零九八八